起訴!立即放入! 黃之光! 黃之光!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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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之光! 我們知道就是禮禁,其實明天或者其他日子都會有不同案件的關心者是要去到警署報告的 其實公民抗命是一個中美法例,即是公民抗命或公民不合作 換言之其實如果要爭取公平公義的社會,其實是要拒絕和政權合作 在抗爭過程裏面其實是透過你不同的行動,無論是你的直接行動或者法庭上的辯解 去使更加多社會上的人去參與這個抗爭,拒絕和這個政權合作 或者拒絕和現在這個政治經濟的管治架構合作 所以在法庭上,如果你直接認罪,其實都是喪失了繼續去做公民不合作的運動 所以在法庭裏面都是要繼續將所謂公民不合作的理據伸展出來 去講出為什麼整個運動,由進入公民廣場,到雨傘運動,到今天 其實依然大家都在進行抵抗運動和公民不合作運動 去使更加多的人透過你,包括靈性的過程裏面去參與這個抗爭 所以其實當中的考慮點最重要是在於,如果你直接認罪的話 其實就等於公民不合作運動,到那一刻就終結了 但對於警方去控告我這兩條項的罪名,我覺得非常不能理解 就是因為不論是這個非法集結,或者是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 其實他都是說因為我破壞了這個社會安寧 那我就會反問難道我們進入公民廣場集結 就是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嗎? 那如果入公民廣場集結就是一個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那是不是過往所有爭取港市法牌集會 到反國教的12萬人集會 都是一個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